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跟朋友们讲一款我比较喜欢的茶 我把它例如这种中期口粮茶 一款从用料到仓储到口感到存放的转化的实际状态 我感觉都还比较满意的一款茶 它是一款2001年出产的茶 这是一款500克的普尔青砖生茶 从它的调索看它的揉碾程度都比较好 而且茶的芽茶用料也相对比较多 它那个芽料跟其他东西都混在一起的 没有刻意去撒面什么东西 而且这个料主要是以蒙海去去的料 料不是很杂 这个料的本身的植素还是不错的 至少能达到中等或者中等偏上一点 所以这款轻装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 甲乙丝它的口感会更加的好 这是毫无疑问 那现在喝起来已经非常不错了 泡开以后 基本上闻的也好看的也好 这个茶 那么里面体现出来有几种主要的味道 蒙海地区茶清的这个味道非常明显 比较深沉 比较猛烈的这种质感它里面都有 那么还有什么 还有烟熏味 还有日秀味 那么说明这个茶是充分的晒清 那么在我们在品贱这个第一道水的 在我的口齿里的清凉感 包括这种甘甜度 给我感觉什么 这个茶是完全都是大的巧不了 完全可以平常当作这个 相对还是中等偏上这个口能茶 这款茶它的耐泡度也还不错 几个最重要的指数 因为它是春茶 因为它是大的巧木料 因为它用的在做这个茶的这个制成上 相对比较传统 比如说在做这种你能闻出种烟熏味 那么在制成上它是比较传统工艺 你能闻出这种日秀味 这也是这个赛清的这个传统工艺 包括它的紧压的这种致密程度 它压了这么紧 它用机器压的 是金属模子压的 它也是为了任何转化的空间 弹性更大 它的变化丰富 色彩度更加丰富 它都是为了这些 为这些最后跪得到一点 哪一点呢 让以后拼应它的人会觉得它 它是一个非常 它是一个家名 非常棒的一个茶品 那么在平饮这款茶的时候呢 有非常几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孟海茶区特别 那么它的茶汁的这个饱满度厚实度更丰富度 它会相对会比其他茶区会相对要多一点 那么它的酸甜苦辣咸 我只是打个比方 它的这个所含有的在茶叶里面的这个吸出物里面 它含量会更加多一点 所以它的口感的刺激性会更加强一点 也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茶很浓 这个茶很猛 那么在孟海的茶里面 它真还有这么个特点 然后它的茶汁的品质相对都会比较优异 相对都比较优异 那么这个茶也有这个特点 然后虽然苦 微苦下去 但是转的非常快 我们讲苦转干很快 这个从汤水里表现出来这种植树的话 它让汤水弹性更大 透明质感会非常好 也就是说往上碳的界限 跟往下碳的界限会更加增大 越往后体现会越来越明显 包括越往后时间放的越长 它的后发酵的程度 茶叶里面的各种 跟水 跟气 跟茶叶 各种里面的 它的里面吸出物的这种融合度 会更加好 因为它空间大 和这种融合度